行政控制是危害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它们可以帮助降低个人面临的危害风险 行政控制的一些优点包括 1.它们相对便宜且易于实施 2.它们可用于解决多种危险 3.或改变 4.或改变 行政控制是设计训练、程序、政策或转变 以减少对个人的危害威胁 行政控制通常会改变人们,例如工厂工人的行为 而不是消除真正的危险或提供个人防护装备 PPE 行政控制在危害管理层级中排名第四 该层级对危害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进行排名 行政控制涉及提前进行一些规划和避免 因此它们比个人防护装备更有效 但个人防护装备仅充当危险与工人之间的最终屏障 行政控制在危害管理层级中排名第四 该层级对危害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进行排名 行政控制涉及提前进行一些规划和避免 因此它们比个人防护装备更有效 但个人防护装备仅充当危险与工人之间的最终屏障 行政控制是第二低的 因为它们要求工人或雇主积极考虑或遵守法规 并且不能提供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 行政控制透过改变个人行为 在降低工作场所危害风险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行政控制在危害管理层级中排名第四 该层级对危害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进行排名 行政控制涉及提前进行一些规划和避免 因此它们比个人防护装备更有效 但个人防护装备仅充当危险与工人之间的最终屏障 行政控制是第二低的 因为它们要求工人或雇主积极考虑或遵守法规 并且不能提供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 雇主和员工可以透过以下步骤 共同努力在工作场所实施有效的管理控制 1. 识别工作场所的危险 员工和雇主因共同努力识别工作场所的危险 这可以透过进行危害评估来实现 其中包括识别评估和控制工作场所中的危害